曹操的父亲曹松之死是个一案 曹操代表的眼周和陶谦代表的叙周 在曹松死前就一直在打仗争夺中原的控制权 所以曹操的父亲曹松死在曹操的敌人陶谦的地盘 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 仇人见面分外眼狐骂 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 陶谦杀了曹松并没有现实利益 曹操的实力并不会因为曹松之死就削弱一分一毫 反倒是让曹操代表的眼周集团找到了进攻徐州的绝佳借口 曹操报复仇天经地义 徐州集团则丢了道义大旗 其他人援助徐州有可能变成助纣为虐 从而不敢增援徐州 也显得陶谦为人狠毒 曹松虽然是曹操父亲 但并没有和陶谦为敌啊 这样的人陶谦都不放过 陶谦该有多坏 可见陶谦杀曹松 好处没有 坏处很多 陶谦这种乱世混成省长级别的枭雄 不可能看不明白 按照普通人的思维 陶谦应该把曹松扣押在徐州 作为人质 或是曹操让步 或是停止战争 或是割让城池土地 当然 在现实中 这是无效的 曹操是曹松的儿子 曹操也是眼周集团的首领 所谓谈感情商钱 商一个人的钱 就已经让人非常不爽了 上成千上万人的利益 那还了的 曹操作为眼周集团的首领 必须以眼周集团的利益为优先 为了集团利益 曹操牺牲自己都是有可能的 遑论自己的家人 如若不然 曹操会丢掉眼周集团首领的位置 所谓一山不能荣二虎 尤其是在古代 首领被人赶下来 往往要死于非命 还会连累家人 当过首领 在集团内很有嫡系 就不人买关系利益网络 万一站起来 振臂一呼 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新首领哪能睡好绝 就像赵匡印 对大将使手信等人说的 你们不想当皇帝 但是你们的部下 把一块黄布 披在你们身上 非要你们当皇帝 你们怎么办 要除掉前任首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扣上造反的罪名 将家人救不一并干掉 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也就是曹操为了感情行事 非但救不了自己老爸 还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陪进去更多的曹家人 甚至曹氏家族 曹操为了利益行事 牺牲了老爸 保住了自己的首领位置 就能保全更多曹家人 这个账曹操还是能算明白的 既然大家都能算明白账 陶谦就没有必要杀曹松 也没有必要扣押曹松 扣了曹松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 浪费一大笔钱 万一曹松出了意外 别人还认为是陶谦故意使坏 坏陶谦的名声 陶谦何等精明的人 能干这种蠢事一般而言 为难家人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脚头名状 三国中就有例子 其一马超败走梁州 家人被梁州豪族杨父江戚赵昂等人杀害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地方豪族 认为某个集团已经没有前途了 不会杀回来了 为了不被新集团怀疑暗通救主 或者想要混得更好一些 就出此下策 用救主或救主家人的脑袋表中心 和救主坚决划清界限 或是为了逼迫集团内部的半衣妇 半独立的小集团战队 比如五代十国时期 朱文抓获了李克用的大儿子李洛洛 将李洛洛的处置权 交给了魏伯节度使罗洪信 罗洪信杀了李洛洛 断了魏伯阵倒戈李克用的可能性 当然 这种情况也是发生在魏伯阵认为 朱文大概率就是北方的胜利者 李克用已经没了前途 所以可以放心地融入朱文集团 当然 如果魏伯阵不交头名状 迎来的可能就是朱文的大军 魏伯阵为了生存也只能交头名状了 其二 杨凤投奔刘备被刘备杀死 杨凤是黄金旧部属于屌丝造反起家 而屌丝造反是统治阶层深恶痛绝的造反 但屌丝和屌丝的家人被冠军抓住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评判将领要拿屌丝或屌丝家人的脑袋 作为投名状 向统治阶层表忠心 表现自己已经和屌丝阶层坚决划清界限 是可以放心搭用的人才 杨凤已经通过旧家汉献帝 洗白了自己 所以杨凤和袁树这样的顶级贵族合作 就没有什么事 但是刘备不同 刘备的出身比大部分人高 算是低等级贵族 但是在真正的贵族看来 其实和屌丝也没有什么两样 贵族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的 分为高粱 怀鱼 甲 乙 病 丁等等多个层次 不同层次的贵族之间也是不能通婚的 不仅是世数天革 贵族内部也是隔层如隔山 刘备在和屌丝造反起家的杨凤混在一起 难免出现风言风语 说刘备是狗改不了吃屎 云云 刘备就只能拿杨凤的脑袋当头名状了 有过屌丝造反的历史 是终生难以抹去的污点 不仅古代中国是这样 现代外国仍然是 徐晃跟着杨凤屌丝造反过 这是徐晃加入曹操阵营后 关渡之战烧粮草 同关之战渡河西 相反之战败关羽 功劳并不比张辽宇尽少 但是升迁最慢 最后也只是排五子梁将最末 底子不干净 严重影响升迁 三国演义中 刘备宫都 廖化培元绍舟仓等一干黄金嘴 一心要加入刘备集团 就是为了洗白自己 全国性的黄金起义已经被平定 区域性的黄金残部也相继被平定 可以说黄金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前途 这种情况下 人少良缺的刘备集团 就成了最佳洗白对象了 刘备集团最缺人 成为投名状的概率最低 而刘备是大汉皇帝亲自认证的皇叔 绝对地跟红苗正 跟着刘备混 再也不能被指责为不走正道了 为了加入刘备集团 廖化周仓都不惜放弃所有产业 在社会上混 跟对人 也就是站队正确 才是最重要的 能力反而要辞职 就像西游记里面 有能力的妖怪大有人在 最后都被猴哥宰了 这就是战错队的下场 一个人的能力再高 也高不过千千万万人形成的合力 时势造就英雄 曹操本人也是贵族出身 而且还是顶级贵族 曹操的老爸曹松是太尉 顶级官僚 曹操是和袁绍元树这种顶级贵族子弟 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发小 曹操初入仕途 开举艰辛的是贵族出身的首都市长司马芳 第一份工作则是洛阳北部位 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东城区police局长 曹操不是屌丝 也没有参与过屌丝造反 所以不存在像统治阶层交投名状的需要 曹松死时 袁绍派和公孙派的战争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还看不出来谁能取得最后胜利 曹操不是袁绍派的盟主 即曹操还有倒戈公孙派的可能性 当然陶谦也有倒戈袁绍派的可能性 陶谦就更不能杀曹操的老爸了 所以曹松之死 很可能是黄金残部的报复 也或者黄金残部剑裁起义 曹操也参与了平定黄金之乱 全国性的黄金起义平定后 曹操又在东郡 滨州一带平黄金 杀了不少人 被黄金残部报复也是极有可能的 黄金军事穷调司组成的 剑裁起义也很有可能 当然 不管曹松之死是不是陶谦指使的 反正曹松是死在了陶谦的地盘 陶谦负有领导责任 而曹操和陶谦又处于战争中 曹操就更不能私了了 正好将曹松之死 做成攻打徐州的绝佳借口 陶谦徐州再次开战了